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京酱鸡丝的制作教程 让你在家轻轻松松也能做出酒店的味道 制作方法呢 还特别的简单 这菜在家你要是做好了 大人孩子都抢着吃 下面跟我一起学着做吧 首先呢 把这个切好的鸡丝啊 来点味精 鸡精和料酒给它腌一下 抓一个底口 再来点鸡蛋液 还有少许的玉米淀粉 薄薄的 给它上一个姜就可以 姜不需要太厚 这时候呢 切了这豆皮 把这豆皮呢 都给它切成那种大方块 切好以后备用 再切点葱丝和香菜 切好以后 咱们把咱提前切好的豆皮围着这个盘子给它摆一圈 摆成一个圆形就行 再把这个葱丝和香菜 给它搁在中间 大家注意啊 咱们在家在划这个鸡丝的时候油温稍微高一点 这样鸡丝下锅以后呢 它不容易粘锅 而且它容易成形 把这鸡丝划熟以后 再把它捞出来 控干油备用 锅内少来点油 来少许的面酱 再来点酱油 适量的清水 这个白糖呢 可以适量的多放一点 来这老抽调一个颜色 小火慢慢的把这个酱汁啊熬至粘稠 这个时候啊 咱们划好的鸡丝给它放里 再来少许的香油 小火快速的翻炒均匀 让这个酱汁充分的包裹在每一个鸡丝上 然后咱出锅装盘即可 再来事了之后